给年轻朋友的建议呢 你的人生中一定要有三个朋友 第一个朋友呢 是你一定要有长辈的朋友 长辈的朋友呢 其实因为他们的人生的阅历比你更丰富 他们有很多人生的经验 其实在你迷惘的时候 彷徨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其实他们人生的智慧跟阅历 可以提供给你很大的帮助 可以帮你指点迷津 第二个朋友呢 是你一定要有知己 除了你的同侪啊 或者是吃喝玩乐的朋友之外 你一定要有一个 跟你可以走一辈子的朋友 这个朋友可能是你的家人 或者是你的男女朋友 或甚至是你的伴侣 可是这个朋友呢 可以在你不管在人生的任何阶段 在快乐的时候 在失败的时候 在挫折的时候 他都可以握着你的手 一路地支持你跟鼓励你 最后一个朋友呢 其实是跟自己做朋友 跟自己做朋友 了解自己 面对自己 克服自己 学着怎么跟自己相处 因为这个朋友 才是你最长久的朋友 在你最长久的朋友 每个人都可以帮忙 在你最长久的朋友 你最长久的朋友 在你身边 你喜欢吗 你最长久的朋友